我们今次的主题就是《识经》和《延经》 里面讲到一些《识经》学的原则 和如何去研究《圣经》 很多人一看《圣经》 立刻进入幽眠状态 立刻很辛苦 但其实研究《圣经》可以是一种享受 我研究《圣经》是如何开始呢 我觉得是神的计划 在我信主之后几个月之内有一次 我参加团契的时候 教会就请了一个人来讲 那个人来讲什么呢 就讲如何分析《圣经》 他拿了一段经文出来 然后叫我们去分析 几个要点 有什么分点 我们就一起做 但做得很乱 最后那个人就告诉我们 这个是大点 这个是小点 小点就归在一起 然后属于一个大点之下 对不对 就解释这件事 那我就开始做了什么呢 我就开始在我本《圣经》那里去画《圣经》了 就开始写一二三四 开始写箭嘴 即是这个样东西带来什么后果 或者是 总之有些什么呢 我就会写一些符号 还有在旁边 我会写一些重点字 还有我会用颜色笔 来 mark 它有颜色 Shirley 你可以和我在最前那个拉链 拿最前那个拉链 最前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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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支红笔 那支红笔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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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就给大家看看那支红笔 四个人都有卖的了 其实 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 以前我不是用这些的 其实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笔出现的 那我就是 就是 现在就用这支笔 那就是 现在我分析性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我是会写下很多细节 但现在我一看就已经懂得分析 因为我已经看惯了 那大家都可以试下做的 那或者在旁边写一些重点的字 不要写太多 mark 圣经也都不要全部mark 我见过圣经是怎样的 一段全部mark 完整 下一段全部mark 完整 是没意思的 是要重点的字才去mark 那也都是 我里面也都讲到一些色经学的原则 给大家去明白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知道 试经的原因第一件事就是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一起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三童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习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人的善事 这个默示的意思是 是启示的意思 有些人以为是默示的 不是 其实中文写是写默示 但其实是inspire 就是神启示 感动他们所写出来的 圣经都是神所感动 人写出来的 对于我们的教训 督责 指责 我们有什么错 如何改正 使人归正 走正路 教导人学 也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并且圣经是很有权并的 圣经有能力 神的话语充满能力 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 圣经是神的说话 第二个就是 圣经的权威性和权并 首先我们想说 圣经说它有权威性 但我们怎么知道 圣经有权威性 就是 今天我们不会讲这个 你上网可以看YouTube 找盐牧师 找证明神的证据 你看到我说了很多证据 预言 科学性的证据 考古的证据 经历性的证据 人可以经历圣灵 奉耶稣灵 可以赶邪灵 这个世界真的有邪灵 而耶稣可以赶到邪灵 而从来没有邪灵 可以赶到耶稣的 就证明耶稣是真神 还有那些人 灵魂出血 也都是 灵魂出血之后 他死了 后来救回 就看到周围发生的事 而说得出来是很准确的 就证明人真的有灵魂 现在这些人很多的生命很大改变 然后跟着呢 他们有些就去见到天堂 又见到地獄回来 整个人改变 改变就证明他不是说大话 因为很多个人 就证明他真的见到天堂 和地獄 真的见到耶稣 证明这个是真神 那些是圣经的证据 给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我一信主 我就是研究很多这些的证据 是我自己去研究神感动 其实我有个文件 上次传给你们 如果你没有收到 你会告诉我 讲到神的证据 和哪个是真神 关于真神的证据 而这里 就是圣经里面 讲到他的权威性 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说话 那里面讲到怎样呢 一起读一下马太五章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算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这句说话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那种权柄 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就是神的说话 讲了就是肯定的 不能改变的 启示六二十二章十八节 一起读一下 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者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一章写在者书上的灾祸 家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山去神安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树和圣城 山去他的坟 这个警告都很严重 就是如果你加添任何的东西上去 神又会将这个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如果山去的时候 也都将他的名字山去 最近我是有机会 我见到一个 就是有人上去探一个 跟从了一个 宜端 全能神教会 也都叫做 也都叫做 闪东方闪电 那我就跟他说圣经 圣经说 他说如果有人说 基督在内塞 基督在旷野 你不要相信他 还有 你见到 耶稣如何升天 天使说 他也如何下来 就不是变成一个女人 你见到他如何升天 他又如何下来 那他怎么回答我呢 他说你整天只收拾这两句经文 就是他说你整天只收拾这两句经文 但这两句经文就是圣经灵 你不可以说你收拾这两句经文 这两句经文不用了 其实他们是将圣经里面一部分 他们就说圣经不是全是神的说话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错误的原因 这个其实如果一个信仰有根基的人 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但事实上有很多人 他们就跟从他们 就觉得很好 那我就下载了一个相 那幅相 这个女士的相 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神的样子 不能这样摆出来的 哇 一听 所以圣经也说到 有些人自称为基督 自称为神 他正当正他是神 这个错误 我看到那种危机 其实这个危机正在影响 所以你周围都听到有人 受这个影响的时候 你快点快点告诉他们 现在他们打了预防针 为什么呢 基督徒说他全都知道 一同他说 他就说你只收拾这些 收拾这些 他就不听 他不听 不听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都求主恩代 给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可以加 不可以减的 是我们一定要跟从圣经的说话 好 圣经的说话都是神想传递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经文找出神想传递的意思 这个意思很重要 就是说有些人说 圣经有些意思是圣经没有讲的 那就不是神传递 譬如我写通信给你 譬如我传一些电邮 或者一些WhatsApp 我们今天六点半一起 或者六点钟 我们有释放祷告 那我的意思呢 就是六点钟有释放祷告 这个就是传递意思 语言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传递意思 那我告诉你六点做释放祈祷 就不是六点做另一件事 就是说了这件事就是 那圣经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神说什么 就是神传递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你从圣经可以找出神想传递什么意思 就不是一些隐藏的意思 有很多人就会去找一些很隐藏的意思 有些是准确的 有些是不准确的 这个根据的字面意思 可以找出熟灵的意思 但如果熟灵的意思 是完全圣经没有说的 就不可以作为一个根据的 譬如说到 马帝十三章 讲到这个 介塞种的比喻 有些人就讲到这个介塞种 介塞种那里讲到 那个比喻 就是说 后来树很大 甚至有蛇仔住在那里 有些人就说 这些蛇仔就是魔鬼 教会就是魔鬼的住所 也有神的话 也有魔鬼 是真的 不过有这个 真的有人是不听神的话 但不是代表 教会是被魔鬼用的 有人用这句话 就讲到 教会是很堕落的 那这个呢 其实他就用这个 蛇仔 蛇仔有圣经没有讲到呢 没有讲到 即是一些意思没有讲到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捍违圣经的教导 一定要清楚讲出来的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有幸福音 四章七章四十二节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为的后裔 从大为本乡百利行出来的吗?》 这里呢 所讲到就是说 圣经不是说了 基督是大为的后裔 从大为本乡百利行出来的吗? 即是圣经说了这件事 就传递这个意思了 这个就是 基督就是由百利行出来的 而《马太方22章5节》 他们就问那些民事 就是说 基督生在哪里? 他们就说 在犹大的百利行 即是说 圣经讲了说话 就是神想传递的意思 即是你看到的字面的说话 就可以传递神的意思 即是说 任何人 你只要是有神的生命 你就可以解释圣经 甚至一个未信的人 都可以解释 只要他不要有偏见 但是未信的人 他不能够明白 奥妙和神的生命 他不能够明白 但按字面 你可以明白到 这个讲道 就是讲到 基督在哪里出生的 就是圣经所讲的 在百利行 比如说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 说到 仍然经常说 他在骨头一根也不截断 就是耶稣的骨没有截断 那又是 圣经讲了 这件事就是那件事 即是字面可以明白的意思 那奥家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耶稣就向两个门徒 就讲 由摩西和众先之起 犯经上所指在自己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即是一路 旧样怎样讲 归耶稣都讲出来 即是告诉我们 圣经是很清楚 讲出这些信息 即是有个清楚的信息 是你看圣经可以明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人就说 圣经很傲秘 你们看不明白 你们不用看 这些是历史上有这样的教导 你们看不明白 不用看 你听我讲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合乎圣经的 圣经是想我们人人都看的 好了 这个是圣经学的原则 圣经时代的字意和文化 解释圣经是根据圣经时代的字的解释和文化 那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们解释唐诗 我们是根据唐诗在当日这个词 为什么解释 如果是现代话是不行的 譬如我用一个例子 英文这个字 gay 以前是很开心的解释 但现在是变成同性戀的解释 意思是很不同的 当你看一个古代的文物 讲到gay的时候 你知道他不是说同性戀 你知道他是说很开心 譬如有个人说 扭曲说 那时候那些人都是gay的 那你说那个gay不同 现在那个gay 就是说 那时候gay真的很开心 就是以前的时代 他的意思 但是可能大家来讲 比较困难这方面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算你不懂得希伯来文 不懂得希列文 上网是有得找的 我会在门徒训练那里 就将这些资料 其实你上网找 不过是英文的 就是讲到hebrew 和greek的圣经 你就可以找到 并且他有一个编号 有一个编号很有帮助 希伯来文 就是h 有四个数字的字母 的数字 然后新语就是g 就是g g有四个字母 那你四个数字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这里应该都没学过希列文 和希伯来文 但你还没认识 不要紧 你看那些希列文圣经 或者有些有这个编号 叫做strong's number s t r o n g apostrophe s strong 这个人名 他的number 他将希伯来文和希列文 全部编上号码 你就算不懂 你一查 在网上一查 g4567 那样 他马上出院 是什么字 什么解释的 所以你想解释 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查 也都会将以前的解释 说出来 在网上实际是很方便的 现在 好了 另外一点 就是英文的文法 跟新语希列文的文法 比较相似 多些 中文就很不同的 中文呢 你发觉 他会有时将一句 很复杂的句子 拆开一句句 在希列文 就很多时候是一抽一蹦 英文叫做relative clause the man I saw there is my friend whom I met in the school whom I met in the school 那里面就有这个 whom I met in the school the friend I saw there 就是 the friend whom I saw there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这些词 将不同的 clause 这些子句 粘在一起 希列文就是这样的句子 但是中文就不是的 中文是一句句分开的 所以中文有时是比较难明白 所以如果大家懂英文 你用英文圣经对照 是会明白多很多的 所以参考英文的译本 也可以参考不同的中文的译本的 好了 那诗经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和上下文相配合 第一就是那段经文 之前之后的经文 第二就是那段经文 所属的那卷书的上下文 第三就是全本圣经 就是你不可以断章取义 譬如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些妇女跟耶稣 是耶稣有很多个女人 那些男人跟耶稣 十二个男人 耶稣有很多个男人 哇 你可以断章取义是 亂了的 就是没有上下文的 那这个就不是 从圣经里面去拿出来 它们抽取一些 就是断章取义的意思 诗经必定要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 不要牵强用某些经文 建立一个违反圣经的教义 譬如我之前所说到的 一个中国的妇女是基督 真的圣经没有说的 那圣经没有说 那她怎样呢 她就有个概念在先 然后将她放到圣经那里去找 但实际上她找不到一个经文 是说现在变成了女人的 那她呢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她有个观念在先 然后她就去 将她放到圣经里面 圣经是教义的唯一来源和基础 这个是基督教很重要的 在天主教里面 就有圣经和教皇 和高级的神职人员一起 主要是教皇 他说教皇就是神启示的 他所启示 教皇如果日常生活的那些 就不是神启示 但如果教皇说 这句说话是神启示 就是神启示的 权力和圣经同等权力 那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即是她说她就是 讲的说话就是等于神的说话 但基督教就不是的 只有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 所有的经历可以作为参考 譬如说有些人去到天堂 这个是参考 或者有些在圣灵圈主里面 有些的做法是一个参考 不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看法 但如果圣经有讲的 那我们要看圣经讲什么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题目 事实上我都会这样说 圣灵充满是非常好的 但有些人在圣灵圈子里面 有时她讲的圣经 或者她有时的教导 未必全是准确 我们要分辨的 人不可以用这些来建立她的教义 就是人的思想 人的感觉 教会或者传统 很多时候人有个传统 教会有个传统 做开是这样 接着就一定要跟从 这个传统到底是不是圣经有的 还是做开呢 即有时有些是做开的 那这个就不可以看为一个教义的 还有只有重生的基督徒 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 圣经的意思其实是可以明白 不过我的意思呢 他没有这个熟灵生命 他不能够体会到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 更生的基督徒才能够更加深体会 好像譬如这里讲这些经文 大家都知道的 神的爱大家都知道 不过你发觉有些人 对于神的爱 不是有很深刻的感受 还有他不会自己在那里享受神的爱 也都不会带领人享受神的爱 所以一个基督徒 真是能够享受神的爱 又带人享受神的爱 必定是他和神有这种更生的生命 所以这里每一点 他射罪的平安 有些人他有犯罪 整天犯罪 他又觉得不要紧 耶稣会射罪我 他心里面也很难有平安 但是他也没有一种对付罪的力量 但是一个和神有深度关系的基督徒 就会觉得这样犯罪不行 这个不是真平安 真平安是我们得到射罪 真是会争恨罪 离开罪 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就是这个有 在属灵里面有这种动力的人 其他一点我就不详细讲 其实每一点 都是必定这个人和神有深的关系 但是他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圣经的教动 所以有些人说 又传福音又犧牲 又宣教 全部用自己的钱 是没有搞错 为什么你们这么产本都做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施比授更为有福 我付出是更加神欢喜的 好了 这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识经原则 不太清楚的经文 必须由清楚的经文辅助解释 和你不可以由不清楚的经文来建立神学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两个经文都是清楚的 不过我只是说 有时候人会误解了第一个经文 有些人就会由圣经某些地方 不太清楚的地方 就建立一个神学 这个讲到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有人濫用这个经文的 一起读一下 罪便不能作力于主 因你回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我在宣教的地方 就发觉有很多党徒 他们觉得犯罪不重要 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 有个这样的教导 有人传给我 有个人这样讲 他说你在恩典之下 我们过来都是罪人 我们根本处理不完罪 所以你在恩典之下就可以了 在恩典之下你的罪就赦免了 在恩典之下你就在神的爱中就可以了 就没有强调到 我们要处理生命 要对付罪 要离开罪 那他就将圣经误解了 但是你用全本圣经 你由其他经文 其实他下一节 你就看得到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一起读一下 这一章就这样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 对付罪 所以很清楚恩典之下 不代表你可以犯罪 而是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的赦罪 神的帮助之下 我们就有力量去对付罪 有恩典不代表不跟从律法 有恩典我们有力量去跟从律法 有些人现在有一个疑端 他没有名字 不过教导就是说 有恩典就可以了 你犯什么罪都不要紧 其实个人都是犯罪的 那些人说 其实他们都是假我为善的 这个又是一种欺骗的 当然我们个个都有罪 但是我们可以即时处理 顺快处理 那你上网看《轻松得性》 你会看到我讲到如何处理罪 好 建立每个重要的教义 都需要圣经用 清楚而非象征性的语言写出来 圣经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 好象 天国好象什么 好象什么呢 我们可以建立 可以由经文 但经文会解释 耶稣会解释比喻 或者上下文解释 你只是由比喻的字 你如果没有其他解释 你是不能够建立 正是我所讲的 这个介采总的比喻 有些人就说 这些小鳥就是魔鬼 住宿在教会里面 教会的确是有魔鬼的工作 不过他讲到教会里面 好像被魔鬼控制了 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他就建基了什么 就是个小鳥 那小鳥他为什么说是魔鬼呢 就是他可能某些经文 某个经文有讲不代表 全本圣经都这样讲 譬如我问你一个问题 狮子是好还是不好呢 圣经里面的字眼 是好还是不好呢 两样都有 魔鬼是敲轿的狮子 遍地游行 耶稣是犹大的狮子 所以你只是说狮子 不代表一定是不好 你要看清楚什么狮子 要看上下文 所以不能够这样看那个词 好了 我就是讲这个经文 马泰24章27节 闪电从东方发出 直至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他就说了 东方发出 东边发出 中国 闪电 我们就叫东方闪电 人子降临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名字 但是后来这个名字 很多人都觉得有问题 于是就抗拒 于是他们又改名了 其实有几个名字 所以你要留意他的新名字 不要听到别人的新名 就觉得是好或者是对 不要听到基督教就是好 不是一定的 有些基督教都 就是他的名字 用这个名字 所以他就说闪电 由东方发出来 由中国发出 所以他是东方闪电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闪电 他就将它变成 东方闪电 耶稣所说是什么 闪电从东方发出 直至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 就是我想问你 是不是知道 耶稣降临的时候 有些闪电闪过 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也要这样 就是为什么 好像闪电 那么快 来到 是吧 可以这样 其实闪电 可以有不同解释 有一个快 第二个有能力 光芒 可能几样都对 有些经文 我们就会说 不只是一样 有些经文 我们就会说 可能有几个可能性 都形容 譬如圣灵 用火来形容 可以是火热 可以是潔淨 可以是 都可以是审判 可以有几个意思 这个就要看上下文 但是下面的经文就讲到 如果有人对你说 马太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看下基督在抗野 你们不要出去 或者基督在内屋 你们不如信 这个就很清楚 很清楚的经文 任何人都看得明白 总之有个人在地上 说他是基督 你就不要信他 这么简单 但是人可以看着这个经文 依然会信 会跟从病 就是信耶稣很久 就说他的信仰没有根基 所以我们今次讲到 识经和查经很重要 就是每一次你听到人解经 解错的时候 你要分别 到底这个是对 还是错的 你看到那个经文 你觉得好像很奇怪 你就不要说 他是牧师 那当然是对 是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你看到他是牧师一定是对的 好了 如果某些经文 我们不能够达到某些结论 不要勉强治下结论 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这里我就列出两三次的经文 是有一个问题 在我心中始终没有答案 不过我就保持是我没有答案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在审判的时候 基督徒信主之后 所犯的罪 还需不供出来 好了 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 我又告诉你们犯有所说的坑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 离家书七章十九节 必在离民我们 将我们的罪要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罪一切罪 投于深海 诗篇103篇12节 东尼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分 而我们也有多远 在我来说 我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因为第一个经文就是说要供出来 可能供出之后 接着射面 第二个经文就是 答罪 他说投于深海 投于深海就是下了很深的海 就是会消失的 东尼西有多远 你从东方到西方 你根本看不到那么远 叫那些罪离开我们那么远 到底是认完才走了 还是不再纪念 是否认完才不再纪念 还是不再提呢 我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我无所谓的 即是说 我能够肯定地说到审判的时候 到基督徒站在神台前 是否只是说我们做过的好事 那些不好的一句都不提 因为提了不好的事 卸面了 然后就提我们做的好的事 是哪样呢 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总是应该要处理生命 是吧 就是由这个经文有可能 是会不提的 有可能会提 那你说是否圣经矛盾 不是 就是我们不明白 到底是怎样解释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就是说 在经文里面达不到结局 我们就不要下一个配语 OK 好 圣经的字词代表另一个意思的时候 需要圣经说明 或者上下文解释 就是说 所以我所说 鸟仔是否一定代表是魔鬼呢 那这里呢 讲到 圣经有解释的 有限福音二章十九节 耶稣就说 你会拆毁者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但耶稣这说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那这里就说给我们听 耶稣讲到这个殿的时候 是讲他的身体 三日建立起来 那这里就解释了 对不对 解释了这里呢 也都是我们的根据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 圣灵的殿 还有在高龙多辞书都有讲到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那这个就有根据了 就是圣灵就居住在我们那里 首先是居住在耶稣那里 又居住在我们那里 圣经解释了这个殿的意思 启示六十七章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和 他解释了 那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即是他十角就是十个和 那我们就由圣经的解释 知道那个经文是什么 可能这些大家要重温的 等大家在识经的时候 大家懂得分辨 好了 那我这里解释一下 其实圣经里面用这些这样的 figurative language 比喻式的言语是有很多的 那我选最常用的名语 名语就是好象如同好似那样东西 马尔方一章十节一起读一下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灵开灵 圣灵仿佛格子降在他身上 那我想问大家 是不是有只白鴿飞到耶稣的身上 不像的似 圣灵飞到来 是否有颗眼 有嘴 有颗鴿的 那它似甲子是怎样似呢 没有说 可能是怎样似呢 可能 我们可以 可能 即会飞地飞到来 是不是 可能好像白鴿飞的方式 可能是白色 可能有很多東西的形容 事實上我們通常都是用白甲來代表聖靈 但事實上聖靈肯定 聖靈是不是白甲 要肯定聖靈不是白甲 所以這裡是聖靈彷彿格子 還有在循節的時候 是不是舌頭降在他們的舌頭上 還是什麼降在你頭上 是火 好像舌頭 你不要搞錯是舌頭降在他頭上 是火好像舌頭 一條一條火尖降在他頭上 要分清什麼像什麼 就不要說是舌頭降在他頭上 是火降在他頭上 好了 《馬太十三章三日一節》 他有節過幾語對他不說 天國好就一粒芥菜種 有人說他還在田裡 要講到這個芥菜種 這個芥菜種代表什麼呢? 天國好像芥菜種 一路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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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大到很大的大 Jenna 是代表什麼呢? 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但你在看這個經文 去思考上下文的時候 去思考 很大可能就要講一下 天國的增長是很大 一粒大... 大到大到大到夠了 大到很大到大 起初就是門徒 然後大到全世界也是 這也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喻的意思 有一件事很重要 一起读下面那里 属灵和障精神的意思 也建基于字面的意思 就是那个字面讲到 天国好障 就是讲到天国 讲到这个天国又有人 有不同的解释 天国 说到 马带十三章 说到天国好像杀种 杀种的比喻 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杀种 落在四种的地土那里 硬土、石头、浅土 荆棘、荆棘 荆棘和好土 这个是 比喻耶稣解释过 落在石头地 就是什么 听了道 就被吃了 荆棘就是什么 没有根基 第三种是什么 荆棘 世上的思虑 潜在迷惑 好土 心很开放 现在道就是神的话 听到神的道 而明白的 好了 这个所讲的 是不是讲到 人信主 或者不信主的过程 是吧 发生的事 但有些人就讲到天国 就是千禧年国 在这个经文是看不出这个东西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放在先 这个千禧年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不是在这里讲 但是有些人就会将天国的比喻 变成千禧年国的比喻 其实是讲到 信主这个恩典的国度 我们现在信主这个恩典的国度 不是讲到将来的千禧年国 所以我们要看这些 就是看那个上下文 好了 隐喻 是运用比较 将一物直接讲成为另一物 隐喻是直接用个是字 或者就是 一起读哈马太五章十三字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是否是盐来的 象征是盐 但你们是不是盐来的 可不可以找你们煮饭 行不行 我们只是象征式 我们是盐 所以这个事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没有人会说 你是盐 我是盐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盐 有案十五章一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灾负的人 耶稣是不是一棵树 不是 这个是比喻 但是就讲到 耶稣就好像一棵树 我们就是什么 知子 天父是什么 灾负的人是灾族 叫我们能够生长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是这个知子 我们跟耶稣有关系 神创造我们的计划就是 我们要黏着耶稣 我们就会得福 得力量 如果不黏着耶稣 不再常到他里面 这人就不能着什么了 就什么都做不到 就好像知子 灰干 灾干灾在外面 灾干灾火烧了 那就烧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事 不是说耶稣是树 所以看圣经很多地方 我们要明白 里面的意思 其实圣经很多 这些这样的说话 譬如说 神的翅膀 神是不是有翅膀呢 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神的翅膀 任备我们 好了 这里现在讲到 先讲到原则 简单原则 不如先温一温 等大家有个概念 先温一温 第一就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是神的说话来的 第二它有权威性和权并 我们不可以除以加或者减的 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圣经的 神的意思是在圣经讲得出来的 在字面的说话你可以找得出来 也都里面有属灵的意思 不过属灵的意思 是建基于这个字面的意思的 就是神是透过他的说话来传递的 而用圣经时代的字意和文化 其实这些呢 有很多字就不大分别 有很多句子不大分别 但有时候有些地方 我们就需要查回原文 但这个不是时事都需要做 其实你用中文和英文圣经 比较已经很好的 还有现在有些新译本 也都比较已经是非常好的 诗经要用上下文 不要这样断一张水线不要抽一句出来 就用整本圣经来解释它 圣经要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 就是不可以有一样教导出来 又违反圣经的教导 比如呢 有些人从某些经文就讲到 死后还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是没有讲这个东西 那么那个经文呢 我们一定是要小心处理 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处理这个经文 但是呢 是有些经文 有些人就会用这件事 去这样讲的 在罗马书也都讲到 有一句说话 那些没有律法的人 中文翻译 必不按着律法灭亡 其实这个翻译是错了的 那有些人就说 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 没有神的话 就不用按律法灭亡 其实那个原文 它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它是说 必在没有律法之下灭亡 但是它就翻译了 必不在律法下灭亡 听到都是有个不字 不会在律法下灭亡 就好像不用灭亡 但是必在没有律法下灭亡 是不是很不同 就是没有律法的情况之下 都要灭亡 因为它有罪 所以这个就是 中文翻译 是有些地方 是有错误的地方 圣经教义 是教义的唯一的来源和基础 只有重新去基督徒 才能明白 圣经和更新 才能深深体会到 为主牺牲 付出代价 神的力量 神的能力 如果不清楚的经文 你不可以要来建立教义 一定要清楚地去帮助 这个不清楚的解释 但是你可以作为参考 譬如有些人说到天堂的经历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不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教义 就是分享OK的 但是不可以作为一个绝对的教义 我其实很欣赏那些人去过天堂 我很喜欢听到那些故事 不过我会将它必定是绝对化 一定是这样的 建立每一个教义 都需要清楚的圣经 清楚的说话 去说出来 如果有些经文 我们不能够达到一个结论 我们就需要接受 我们都不知道肯定的答案是怎样 不过我们有两个可能性 或者三个可能性 可能是怎样 我们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到底是怎样 譬如 启示录的灾难 我都不太知道怎样 我看了我就记住 记住他说些东西 然后到第二天应验我才知道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很喜欢 猛地说 现在应验了应验了 这个是敌基督 你知道吗 历史上很多人说过 谁是敌基督的 很多次说了很多次 敌基督现在出现了 也都说耶稣回来出现了 很多次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去 这个就比较假先知了 就是我们不可以随意的 去下一些的结论的 还有呢 是需要上下文来到解释 某些代表性的字词 就是有些字词呢 是在这里我写漏了 这里圣经的字词呢 意思是说代表性的字词 就是有些figurative的language 那些字眼呢 是不是明说的时候呢 或者是代表另一个意思 是十角 代表什么呢 就要由圣经去解释了 那我们讲到名誉呢 就是好似 那我们知道好似不是说它是 不过有似的地方 但是要知道似什么 要分开似什么 那有时说是 就会知道 是意思都是说它似 不过呢 是似什么 我们都要知道的 好了 现在这里讲画圣经了 画圣经呢 我们可以 首先画重点字 这里的黄色字呢 就是当是你找一支笔画了 这个画重点字了 那有点呢 你就可以写一二三 这个是一个方法 不过现在的人呢 有些又开始不看圣经 就看手机那些圣经 那有方便的地方 不过你家里应该有一本 就是书的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画 一本圣经 手机的圣经你不可以画 但是很方便 你可以随时带到 所以你家里有本圣经 你应该画的 写一二三 还有箭嘴 箭嘴的尾 就是个原因 箭嘴的头 就是个后果 好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一起读 以书所书二章六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负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有些人就觉得 他这样画 很辛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这样画的时候 你将来看圣经 你的眼睛是会很明亮的 很快能够分析圣经 也都不单止分析圣经 任何人写的字眼 你一看你会分析到 很容易分辨到的 当我们死在罪过过犯的时候 他就叫我们 这个上文是说这个主位是神的 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然后就加插了你们得救是本负恩 这个是加插了一句 跟那个上下文讲开 是不是很连贯的 就是你加插了一件事 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悟过分中 得救一起活过来 是本负恩 加了一个形容的句子下去 然后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个经文是很丰富的 首先这个当字 为什么会记得了当字呢 当 当 当 就是 这个说到 一起活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是指将来 因为指 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将来去天堂 那时坐在天上呢 是说 现在 当我们死在罪悪过犯 也说一件事 未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 状态 是什么状态 是死的 死在什么之中呢 在罪中 所以其实那几个字应该都要默默的 死在罪 在过犯之中 就是有罪的人 就是死在过犯之中 就是他是被罪控制的 所以他是脱离不了罪的势力 在魔鬼的权势 在死亡里面 就是灵魂是死的 灵魂是死的 跟神的关系是死的 当我们死的时候 然后 说到这些发生 就是得救了 在英文圣证就很清楚了 因为这三个都是过去式 不是将来 不是将来去天堂 是现在 与基督一起活 有一个词 一齐 一同 一同 然后就 一同复活 一同在天上 坐在天上 什么时候坐在天上呢 你刚刚讲完 是什么时候呢 是将来的复活 还是什么时候呢 看看当字是什么时候 当我们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当神救我们那一阵 意思就是当神救我们那一阵 我们就跟耶稣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个就是 你看英文圣经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的 是全部用过去式的 因为英文圣经翻译 原来比较容易一些 好了 这一节经文就解释 以课所书一章十九节 一起读一下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顺利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持的 我一切有名的 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这个 很多人读完 又不知道读了什么 大家试一看一看 知道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大 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力 我上屋有个等如符号 是什么意思 大家拿不拿 为何我做个等如符 不是 你看清了 所显的能力 何等好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显的能力 大能大力 对了 没错了 后来说得对 就是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 多大呢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 就是在耶稣身上显的大能大力 都在我们身上 所以等于 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能力 就是等于 神放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力 很厉害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越开放 生命的能力越大 好了 那个能力叫他做什么呢 是不是有箭嘴啊 那个能力叫他做什么呢 从死女复活 跟着呢 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就是有两个后果 对不对 一个就是复活 第二个呢 坐在神的右边 就是在天上 在天上踩在神的右边 然后呢 我有个这样的符号 就是大过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净过了 净过了什么呢 所有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 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年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就是耶稣超过了 所有什么的权并能力 包括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娘 全部都超过了 所有在你知上的人 全部都超过了 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藐视他 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但是呢 神是超越 所以我们不受他们的控制 但是我们是应该顺服他们的 好了 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听 耶稣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经文来问一下 耶稣坐在天上 你刚刚说完 坐在天上 这句说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掌权 就是下面那些解释了 是不是啊 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就是说坐在神的右边 就是超过一切的能力 是不是 好了 这个经文就是以书所书一章十九节 二章六节 跟着后面就讲到了 现在呢 神就叫我们和他一起换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全部是过去的 就是说我们都是什么呢 都是掌权 都是胜过所有的权柄 所以我们不用怕 但是不是代表我们藐视他们 我们尊重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 所以这个经文是很丰富的 是非常丰富 就是说我们的权柄是非常大的 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的最大的权柄 因为神叫耶稣復活 是一个很大的能力 这个能力给我们变成一个权柄 就是胜过一切的所有执政掌权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你觉不觉得自己很厉害 平时 平时觉得自己厉害不厉害 平时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其实我们很厉害 所以你很信的时候 你就可以变得很厉害 你越相信我们可以靠着神 所以我请你祷告 我们在第二个地方再开这些训练课程 在香港推动復兴 你觉得可不可以 可以的 神有这个大能 有这个权柄 只要是出于神 这个就会成就 不过这里我说了三项 一个活 一个福一一起坐在天上 那么活和復活是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我都想了很久 我想了可能的解释 活了 那就是死了 活了 就是信耶稣活了 那一复活了整个起床 就是那个生命表现出来 这个我难以解释 就是说 为什么 一个活就行了 那又坐在天上 为什么又活又复活 然后就坐在天上呢 就是可能一活就活了 生了 生了 就是得够了 得够了 都没够了 要兴起来 整个人兴起了 復活了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OK 那你这样看 是不是很丰富 那你慢慢地解释的时候 你就看到圣经很多东西 我是分析过很多圣经 其实我分析过 好几本圣经 我的圣经有时分析完 我又送给人 我又有一本身 我又再分析过 但我现在一看不到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它是讲什么的 好了 那现在呢 我要讲一个题目 一会儿大家分析了时 都会查这个经文 就是呢 关于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灾难前被提 基督徒灾难前被提 有几个听过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想给大家看到 圣经呢 并不支持这种东西 其实呢 在我信主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之 听到这个教导呢 我是非常之 兴奋的 我就 我传给那些学生听 那时我去教书 我传给那些学生听 后来我去到圣经大学 有一次呢 我们有一个 讲座 是讲关于世界末日的 就有 一个教授坐在台上 跟着呢 学生问问题 跟着有一个教授起床 他有新药和希腊文的教授 他说 我看圣经那么久 我看不到圣经支持灾难前被提 那我听到 我觉得很惊奇 哇 这么多人说 真的 是不是很多书说这种东西 那我就 哇 到底圣经又怎么说呢 我就 研究研究 其实讲到被提 有两个经文 圣经讲到被提 有两个经文 一起读一下 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笑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满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挂着天上的云降流 有三十八节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罗亚的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流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娶她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王 娶她一个 撇下一个 他们就讲到 两个人拿走一个 一个提了 他们就讲到灾难前面 剩下的 就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 然后呢 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有些人就信主 有些人就不信主 但是如果在那时 信主都要经历灾难 这个就是他们所讲的 他就讲到 如果你们现在听话 又信主又爱主 传福音呢 那你就可以被提 如果不是呢 你就留下七年的大灾难 就要讲到这个 这样的教义 现在我们看一下 他合不符合圣经 另一个经文 我们先看 《贴撒勒间前书》 四章十五节 我们就照着这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者活着 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团不能在那 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者活着 完全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缘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这里就讲到 那些死里复活的人 基督里死里复活的人 和我们一起 就一起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缘 这里就讲到被提了 另外一个 又讲到 取去一个别的一个 好了 这个灾难前被提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他就说 启示录讲了很多灾难 大家有没有看过 很多灾难 他就说 这些很多是就座 是懲罰 基督徒是不应该 需要经过的 所以基督徒应该在灾难 就消失了 那由于这个经文 他就说 娶去一个 剩下一个 那个就继续生活了 那你就千万不要做 剩下一个 你要做那个 被提的一个 那你就不用受苦了 那你就不用受 这个启示录的灾难 但是事实上 耶稣有讲到的 耶稣在 马太方24章也有讲到 他说 将来很多人会 逼迫你们 拉你们去会堂 还有讲到这个灾难 之前又没有 之后又没有 有没有听过这个经文 之前又没有 如果不减少这一日子 总没有人得救 但是为了选民的缘故 这个日子要减少 有没有听过这个经文 所以讲到是有这个灾难的 即基督徒是要经历 这个灾难的时候 那在这里我们看一看 那个经文内容 为什么不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呢 就是说在灾难前被提 而是耶稣回来的时候被提 就是耶稣回来 所以这个灾难后被提 就是有三个理论 一个灾难前 一个灾难中 一个灾难后 但是这个经文 很清楚讲到是灾难后的 那时人子的兆头 要犬在天上 地上的满族都要哀哭 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嫁在天上的云降临 我想问你这里讲到 哪些人看到耶稣回来的 这里 所有人 满族 都会见到人子 是怎么降临发呢 是怎么降临发 方式是怎么样 是隐悔 还是怎么样 是有能力的 是明显的 有能力 大荣耀 嫁在天上的云降临 那那些万族 见到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外酷 就是说他们 知道要面对一样 他们不想见到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知道要面对 惩罚 要面对审判 就是说 是审判的时候 对不对 是满日的时候 然后呢 三十八章 三十八节 首先这个兆头 什么意思呢 兆头这个字 sign 可以有不同解释的 譬如你想搭车去屯门 那你可能 不过我不知道 有的有的 那些高速公路 不是有sign 就写住 屯门 那就出了 对不对 就是未到屯门 就有个sign 写住 有个牌写住 屯门 那就出了 对不对 然后你入到屯门 通常都未必写是屯门的 不过可能有屯门市中心 什么什么 有些名字写住 你就知道这个是屯门 对不对 所以sign 都有一种 就是未到而有的 有些是到了有的 是的 那这里呢 所说的呢 是不是一个sign 这些sign 应该是看到迹象 就是看到这个图画 这个情况 就不是看到这个sign 耶稣就快来了 明白吗 因为有些人说 就是这个sign 还未回来 但为什么我们知道 他真的回来呢 因为他会哭 那些人会哭 看到他降临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 就离 耶稣回来 是直接看到这个迹象 哇 出现 耶稣被你帮忙 就在天上出现 然后跟着就降临 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这个sign 三日八节 当洪水之前的日子 人照上是何驾取 直到狼雅进方舟那一 不知不觉 洪水就来 将它们传到冲去 人指降临有的事 接着我就问问题 怎样呢 洪水之前是怎样 人在那里做什么 是何驾取 就是没有想到什么日子 然后到狼雅的时候 就怎样 洪水来了 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 就将它们传到冲去 冲去是代表 是否就是玩水 游水 是代表什么 审判 审判 就是懲罰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是什么意思呢 都是这样 那是否就是说将来有洪水灭这个世界 不是 因为在创世纪说了 神不会再用洪水了 所以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即是说 有什么像洪水 审判 和不知不觉 很多人下海驾取 不知不觉 审判就来到了 所以这个经文又是讲到 是不是就是审判和末日了 就是不知不觉 就末日了 审判了 是不是 冲去了 包不包括那些不信的人 包括 包括 这个灾难前被提 他们曾经出过很多单张 我都买过 这个开始的人叫Scofield S-C-O-F-I-E-L-D 但这个教导已经滲入很多末日的书 你差不多看九成的末日的书 都是讲到灾难前被提 是很滲入民间的 就是非常之 好像讲到末日 都是讲灾难前被提的 你要避免灾难前被提 你快点信耶稣 快点跟随耶稣 快点传回 快点做耶稣 那你就不用留下了 否则你就要留下了 就是有这样的教导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教导 好了 这个我们看到两件事 都是讲得很清楚 耶稣回来 也是审判 也是懲罚 而且是满足看到的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时 是不是 那个keyword 那时 我没有弄黄色 应该弄黄色 那时 就是就是这个时候了 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面 就拿了一个 剩下一个 那这个剩下这个 是不是即是 哀哭那个 是不是 又即是好像洪水冲去那个 他还有没有机会继续生活呢 在地上呢 是没有 但是他们就这么说 有些单张这么说 他说 在这个 repture 这个 还没提到的时候 就怎么了 那些基督徒正在开车 忽然间的车 没有人开的 那个司机飞了 消失了 那些车又撞车 那些飞机又有基督徒司机 他又消失了 飞机又撞飞机 那些人就开始想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忽然间少了一群人的呢 去了哪里呢 于是他们就看圣经了 看完圣经就 哇 原来圣经讲了避体 于是他们说 基督徒消失 那我们都要信耶稣 于是有些人就信耶稣 他们就讲到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忽然间有些人消失 那些其他人都继续生活 都不知道做什么的 但是根据这个经文 是不是这样的看法呢 不是哦 是直接就是 人子降临 爱哭 还有呢 是好像洪水冲去 这样的样子 那而下一个经文呢 接生 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五节 这个降临 两个降临 第一个降临呢 那个字眼呢 是讲到主在内的 那如果你查 《希腊文圣经》呢 你查到那个G 多少号呢 你一查的时候 发现呢 就是讲到圣经 不同的地方 讲到主耶稣在内 他也都讲到来 都是这个字 就是讲到 谁一来呢 也是那个字的 就是说他来 或者是耶稣翻译 那第二个字呢 就是从天降临 就是由天上降临 他就讲到呢 这个经文就讲到这样的 我们者活着 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乃 已经睡了的人 自先 就是那些睡了 就是信耶稣 死了 我们不会比他们快见到耶稣的 我们会和他同时见到耶稣的 就看一字 我们者活着 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乃 已经睡了的人 自先 因为他前面一讲到 有些人就以为主耶稣回来 如果你看前文那里 是这样讲的 十六节 他说主要亲自从天降临 所以郑先生的经文一类似 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号吹响 他说 启事里有说到七个号童 这个就是说到 那个号童吹响 就是全世界会听到 这个号童声音的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这个号到底是 字面呢 还是代表性呢 我看这个经文就觉得 它是字面 你真是会听到 哇 那个号童声音 响了七次 那这个就是 世界会日的 最后的警告了 那你不要叫那些人 听到号童声 你就信主了 不要等到那一会儿 然后呢 有神的号童 冷静到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哇 全部都在坟墓里走出来 并且呢 不害怕 不恐怖 在 临前十五章就讲到 一杀时 宅眼之间 他就变为 名妖的 即时变为名妖的 他一复活就不是尸体这样的 整个荣光这样的 我们这活着 完全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 魂女在 空中遇住伤 就是我们就和他一起 被提到魂女了 那就要永远同住一切 同住永远同在 就是一路永远的了 一路永远再没有分开了 永远一起的 好了 那这里呢 就讲给我们听 两个字 降临 第一个字呢 就是 回来 耶稣回来 第二个字呢 就是由天降来 看字面的看法 是完全是讲到 耶稣回来的 但是呢 Scoffield就说什么呢 他说他由天降了一半 这次就降了一半 接着 基督徒就被提 就消失了 接着呢 世界继续进行 但是我们由这些经文 和这个经文 是不支持的 那这里呢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任何的教义 你听到的时候 你都去研究 不要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事实上很可惜 就是有连很多牧师 传道都会受这个影响 那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 那一会儿 你们查经就查回这个经文的 就去大家再细心研究 看回这个经文 每一个字 去思想 那么就希望我们 有兴趣 开始去看圣经 更多 慢慢去拣 你拣的时候呢 容易看过你不拣的 你这么看下去 看得下呢 就不知道 发的梦在哪儿了 你看的时候呢 一路看呢 你又拣着那些重点字呢 你就会 容易一点看下去的 OK 求主帮助我们 对神的话语有心 因为神的话语是很有能力 也都很有趣味 还有很有权命 为什么我会对神有这么有信心 经常都说耶稣爱着我呢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 圣经说了是必然的 所以我对神很有信心 因为神话了 祂是经常想念我们 祂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 天来地 何等的高举止 我去敬畏祂 也何等的大 没什么能够叫我们 跟神的爱分开 就是祂贴到实了 你没什么能够 是虚得入的 祂的爱是虚不入的 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是虚不入的 没有能够将它隔开的 所以我经常都相信 神那些爱贴实了 不过很多人 经常都会委屈神的 冤枉神也说神不爱祂 其实这个是 因为祂没有看圣经 没有相信圣经的说话 求主帮助我们 看重神的话语 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更新 欢喜看神的话语 你发觉你开始见圣经 你明白更多 还有你更有兴趣 也都能够记得 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当你看的时候有兴趣 你就会很容易记得圣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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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